好 現意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來關心這花蓮強震後 目前余震持續對我們帶來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 要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們先來看 其實目前為止 從4月3號那時候 瑞士規模7.2的主震 強震到現在 我們的有感晃動次數已經來到了 1111次 而且還在持續增加 這個次數是統計到稍早的8點鐘 對於目前余震已經破千次了 大家當然晃到已經有點心驚驚 為什麼現在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以前地震也沒有余震這麼持續過 也沒有余震這麼強過 我們來看 其實過去以921的經驗來說 在強震過後的余震的確在半年過後 都還會出現 所以這一次 地震策報中心的主任 吳建復 他就提醒大家了 其實4月3號的強震之後 余震真的會持續 而且他認為會有半年到一年 所以他也提醒觀眾朋友 還有大家就是要提高警覺 那這一次你說異常的確有一點 因為過去我們曾經有報導 也曾經說過 你可能回想4月3號強震過後 那幾天余震也很多 也是幾百起這樣子在算的 可是慢慢的減少了 而且強度也慢慢的減弱了 為什麼這一次會突然 又在大半夜的增強 而且有兩起瑞士規模6以上的余震呢 其實他們的解釋都跟硬力作用有關 什麼叫硬力作用 我們下一張圖帶你來看 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 我們白話的解釋給你聽 先看左邊這張圖 左邊這個是今天余震 紫色這邊是今天地震的震央位置 就是半夜2點多的那一起地震的震央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花蓮受風的陸地上 那4月3號的主震跟4月3號之後的兩三天內的余震 你可以看密密麻麻一點一點的 其實都是當時的地震震央 你會發現到那時候非常強的那個主震位置在這裡 可是它的地點不是在陸地上 是在外海 而且余震也都是在主震的往北端 往北端大概是哪邊 都是花蓮市區以北開始要往宜蘭 往蘇花的這個這些區域了 跟這一次受風市花蓮市往南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硬力作用 硬力作用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用敲敲板來形容它 就是其實地震它也需要一個平衡的意思 吳建復今天也有解釋 他說地球平衡系統一旦有地方失去平衡的話 那另外一方就要進行硬力調整 那因為岩層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所以他就會用地震的方式來調整 就像敲敲板一樣 永遠類似是說 這個北端這邊都持續在地震 那當下方或者是其他的山脈或斷層需要平衡的時候 那那邊就會有相關序列的雨震發生 我們又訪問其他的地質學者 還有地震專家 他們認為說 其實目前看起來 不論是花蓮以北或是花蓮以南 這個雨震都是在相關同一個地區 所以他們認為 這的確就是硬力作用 它的確就是4月3號主震所引發的雨震 要大家不用太恐慌 可是怎麼可能不恐慌呢 正成這個樣子強度又那麼強 下一張圖我們再帶你來看 這一次地震的關鍵點就在於 半夜的那兩起瑞士規模6以上的地震 真的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用下一張圖帶你看 可以比較清楚知道 包含這個地震對我們帶來的其他影響 我們就知道了 其實這個地震它會持續的 那我們也會隨時的在幫大家關注 有任何最新的地震訊息 我們會隨時幫你掌握 好我們現在來看了 4月3號是主震 還有20天之後今天23號 有餘震規模6以上的餘震 這正常嗎 我們剛剛說 我們問了氣象署 還有問了地震學者專家 中央大學的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 李錫提他就說 這餘震瑞士規模6.3 有點不尋常 可是他是認同硬力作用這件事情的 他的分析是硬力作用一樣 他其實都是在同一個區域的地震 所以他也認為今天這個餘震 是之前這個主震所引起的 那為什麼他會說罕見呢 他說一般其實在主震過後 比較強的餘震大概就是在 比方4月3號主震 那應該是4月4號 4月5號 你說20天之後 有這樣子6以上規模的餘震 真的是少見 那也因此氣象署 他在早上9點鐘 包含現在這個時間 他們是找了非常多的學者 還有專家去進行學術的地震會議 那這個專家他也提醒了 即便說現在看起來 這個地震序列是一樣的 大家不需要太過恐慌 它不會引發其他更大的地震 機率會比較低 但是他也說 其實我們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地震島 向他就舉例了 除了你說現在這些斷層之外 像我們平常也還要注意 花蓮外海600公里處 有海溝型地震的可能 還有中央山脈 可能中南部地區會有地震 海岸山脈平常導致東部地震發生的機會 他的意思是 雖然現在看起來這個餘震 雖然規模比較強是罕見的 可是應該也是硬力作用所引起的 是同一個序列 大家不需要那麼恐慌 做好防震準備就好 但是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我們台灣的確還有其他地震 會發生的可能 我們把時間叫還主播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